好 完了之后 我们再开始设计LED灯的部分 LED实际上就是在无人机里面用来做指示用的 一 往哪个方向 是吧 一般我们无人机尾部 尾部方向 两个LED是红色 前面两个方向为绿色 这样你可以看它的一个方向 另外还可以作为指示用 比如说我通过闪烁 也可以来表明 比如我现在前面两个绿灯 红灯 绿灯闪烁 那就说我正常形式后面两个红灯闪烁 我代表电量不够等等 还有我们刚开始进行一个绑定的时候 我摇哄器和你这个无人机绑上来 那么这个时候它开始闪 另外呢 比如我用这个手机APP 跟这个无人机绑上之后 那它又是怎么闪的 是吧 所以这个是用来对外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信息交互 我们通过灯的闪烁来观察 这个无人机目前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那么这种协议的话 后面在暖界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跟大家详细讲这个协议 让你才知道暖界如何去显 在这里我们硬件 就简单的说一下就行了 实际上设计LED灯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把这个当辟机的L口 凡是需要复用功能的 全部把它复用掉 是吧 把剩下来的这个L口 我们把它用来做这个LED 当然现在这个当辟机的L口 还有两个复用功能 我们还没有用到 那就是接收机 是吧 我们还没有用得到 我们放到最后去讲 我们现在先讲这个LED 这个时候LED剩下来的L口 没有复用功能的L口 可以直接用 其实LED也是很简单的 虽然说是一个电流控制型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 电压电流电阻 来达到控制电流的一个目的 好 那么目前呢 就是说LED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LED 反正就是共阴共阳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是吧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RGB RGB这个灯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三色 Red Green Blue三色 这三色来配置256色 一个是三元色 这个是三补色 三元色分别是什么 一个是红 一个是绿 还有一个是蓝 三补色是青 品红 还有一个黄 黄色 三元色相当于是光玉玄中 最基本的三个颜色 它是没有办法再去分解的 是吧 但是通过这三个的任意混合 可以把其他颜色把它弄出来 所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它实际上我们借用了这个数字的这种方式去做的 它可以形成256色 因为我们假设八位的话 它就分可以变成256色 实际上就是通过持续的一个控制 这种是通过持续控制说白了 持续控制的话就相当于说它控制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不一样 那么它的颜色就不一样 比如说我这样一种麦宽 不要可以把这个宽度麦宽改下 改成宽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颜色又不一样 你通过这个界别 它就会达到不同的颜色 当然这个持续 就是这个这样RGB 它会有一个持续表给你 按照这个持续表去写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呢 主要用的是一个普通的LED 普通LED的话 实际上就是你只要给它一个电流就OK了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呢我们选择这种普通LED的话 现在它也不一样 它有一种这种高亮的这种LED LED选择高亮的 它的电流也是很小 不像以前 那个电流很大 是吧 一般情况下 我们数学的LED如果是红色的话 它的压降在两幅左右 这是红色的一个情况 绿色的话 绿色的压降在三幅左右 我们现在这个灯的供电是三幅 供电的是吧 那么供电还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的LED 它也是三幅左右的一个压降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选电阻的时候 理论上讲 组织不一样 但是呢 由于它的电流比较小 所以说我们为了BOM表上面 不要增加很多的6号 我们可以选组织差不多的 我们先把这个单位机给它找出来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L口 普通的L口 我们一般的单位机作为L驱动时 会让它输出一个高和低的电频 然后再去控制外面气节 产生一个电流 正常情况下 单位机要选择吸电流比较好一点 什么意思呢 不要用对外送电流这种方式 而是吸电流 我这个L设为低的时候 外面这个电路开始工作 是吧 我这里为高 外面的电路不工作 用这种方式有几个优点 第一 对单位机这个供电的要求 要低一些 是吧 我从圆回路主看来说 圆从外面流进去 要低 而不是由里面流出来 如果你从里面流出去的话 电流往外面流 那么你想 单位机它就一个 三幅电源供电 从里面电流再出来 它的发热 也是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对不对 发热也比较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我们用吸 而不是用往外去推的方式 而且吸的话 它这个电流也可以更大一些 我们把这个LED给它找出来 实际上我们这里用了六个 所以这样我把它复制六份 那么其中两个是扩展用的 把这些都列上就行了 其实LED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好想的 我们一般给它一些个电阻 这个地方的话是三幅 那么三毫安就可以了 我们选低一点的 因为你一个三毫安的话 六个也就18毫安 这个实际上已经是比较大的了 是吧 如果你一个选12毫安的话 那么这个就更大了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说了在这个地方吧 我记得是 我们还要留个十几毫安的电流出来 这个IO驱动的时候 总共多少毫安要留多少毫安出来 我们加个电阻就可以了 电阻选EK 在这里再给它加一个电源 三伏的电源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LED就OK了 那么这里LED的话 我们要跟软件工程师讲 这里要配置成一个推网的模式 MOSFET驱动的 用这个推网输出 这样它才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 所以我们这个L口 我们之前这个地方 这四个 还有这六个 那么这十个 就是耗电流特别的大 其实我们最怕的也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么多耗电流大了之后 最肚目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当屁肌容易发热 就是当屁肌你摸起来好像感觉有点温度 那么实际上当屁肌如果你手上摸起来有点温度的话 这个当屁肌实际上温度已经很高了 工作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 如果你说这个当屁肌目前摸上去感觉不到多大的温度 就是常温或者是冷的 那么这个当屁肌实际上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所以说消费率电子里面这样做其实特别的简单 因为我们把当屁肌内部那些资源都用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是在消费率电子里面是OK的 没有问题 如果你要野井的话 在工业控制领域里面 这样子的话 一般这种做法用的比较少 我们尽量不用当屁肌这个功率部分 因为当屁肌它本来就是个数字电路 就是个大脑 所以说它在整个电路中 你更做的不是让它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就有功耗 有电流 它那么小的一个封装 它哪适合去弄这么多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说尽量不要把这种功率的东西放在当屁肌内部去做 当然这个地方是降低成本 但是我们推介的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们推介的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它就输出一毫安 这个时候当屁肌就OK 没有问题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点 是什么 说你当屁肌电流到了之后 那么它必然就有磁场 大家想想看对不对 当屁肌内部它那么多层那么密 电流大一大 那么电流上面肯定有磁场 这个磁场就会对当屁肌内部其他的东西会有一定的干劳 而且这种东西又是不可以复卸的不确定的 可能今天有 可能明天没有 可能在这个项目中有 可能在那个项目中就没有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项目遇到了各种奇葩的问题 是很多的 但是现在我们是遇不到了 因为遇到了这些问题 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 然后进行了一些优化 规划 从走卸布 布板布局 再从电路的设计 我们都做了一些规范 那呀 就再也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新能 他不按照这个规范走 他也不知道 他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走坑 一旦走坑 相当的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不介意 当面积内部走大地球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大地球就会有各种奇葩问题 那么最好的办法 就是像这个地方 你每个LED三号王 总共18号王 这个已经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了 对吧 你如果野景的来讲 我们就不能这么做 那么我们还是用商级管去推 增加一点成本 增加一些板子 如果你板子很小 你这个没有办法 如果板子空间还可以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推荐使用第二种方法去做 第二种方法我们用商级管去做 这个会增加成本 对不对 但是因为商级管 这个时候你可以让它去推 它推出来只要一个毫安就行 这时候你可以让它去推 推出的话 这个我们只要推一个毫安就行了 商级的话 那么这里可以选个3K的电阻 我们可以 这个地方增加2K的对地的 那么再加一个地 就可以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看单壁机它输出只有一个毫安 对不对 而其他用电源去供 与我单壁机没有关系 所以我单壁机输出是比较低的 那这样就OK了 我们先把它删掉 那我们再把它复制几个 好 就这样 那这个呢 实际上如果说可以的情况下 我们推荐是用这种方式去做 供好低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看看 我们把这个地方 就上次 这个地方把它再补充一点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一种什么方法去做呢 我们把这个往上移一点 把这部分考下来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只管这 这个地方 只管这里 这个地方我们 我们说了 把这个点的功率放大 还要提高这个阴值 我们要考虑到两点 一个是能否改变驱动电压的阴值 还有一个就是功率放大 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去考虑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来进行做这一块电路的一个优化 那么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这个三级管 三级管的话 因为B级到C级 它是一个放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级直接输出 我先把它去掉 这个也先把它去掉吧 这边捏起来 再得把它伤出去 我先把它去掉 商机板可以用来滤波 如果要让后面这个波形稳定可靠的话 那么至少要 这个宽度要1微秒这个宽度 比如说你BG我也让它输出 这样一个波形 那么你一定要1微秒 这宽度要大于1微秒 那么这里的那个毛次肯定比1微秒小一几 如果你是1纳秒级别的话 尤其是500纳秒以下 那么它就被滤掉了 所以说一般的毛次都是纳秒级别的 即使你的幅度已经超过一点几幅了 但是我经过商机管之后 我就没有毛次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相对来说钢筋了很多 这个也就是解决干扰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说多种方法很多种 在于每个细节你都要考虑到 那么这个做出来东西才OK 就像我们包括做这个EMI的是吧 大多数情况下 应该说这玩意都是一次性过的 除非碰到一些极个别的 极个别的稍稍调整一下就OK了 所以说布绑啊设计电路啊 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能够体现 虽然我也要跟很多大牛 这种做电池接龙的 包括国内一些做的很大 很有名的也跟他们进行了交流 说他们也面临这样的困惑 虽然我能够把你EMI问题整给掉 但是增加成本他们从内心上讲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还是从源头上把这个该考虑的东西 该要设计避免的东西都把它设计好 好那么这家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